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有一天有一个正在踢球的小男孩不小心把球踢到了花伞姑娘的脚下 当她在面纱下抬起头的时候被这个姑娘惊呆了 因为这个花伞姑娘她的脸上和身上有着大面积的红色的斑点 还没等这个男孩反应过来 姑娘已经悄悄地跑远了 那这个姑娘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为什么如此敏感 身上又有着红色的斑点呢 今天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做客专家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 李民医生 掌声有请 李民医生 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 中国专家人民词典再入者 中国当代名医录 光明中医之路登陆者 深圳特区人才精英录 一代风流医民再入者 李医生 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 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刚才故事里的这个花伞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这是因为这个花伞姑娘她患了一个过敏性皮炎这么样一个病 我们这里有一张图 您来跟我们讲讲吧 过敏性的这个皮炎的话 它不固定在哪个地方 因为有头皮上 脸上 手臂上 手掌 腿部 它都可以出现 它的表现往往是脱皮啊 快烂啊 脱血啊 水泡 红斑和红疙瘩 它那个心理上往往这个精神压力比较大 患者会出现各种红疙瘩 也会伴有红肿 发热 烧痒和疼痛 严重的还会变成皮肤改的 这不是耸心天文 都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影响样貌 患者就像故事里面那个花伞姑娘一样 那变得敏感 变得脆弱 黎医生也请您来跟我们科普一下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 这个过敏性皮炎呢 西医讲接触性皮炎 过敏性皮炎 或者是这个中毒性皮炎 不是上记载的有一种和这种很类似的 类似的 叫做气疮 这个因为接触油气而引起的 叫气疮 它是因为皮肤不耐 就耐受力不强 耐受不了这个外界的刺激 这个原因呢 这个首先呢 不仅皮虚和肺脊虚很重要 因为中央认为肺鼠皮毛 凡是皮毛这样的问题 皮肤毛化的问题 主要责任都于肺以关 因为肺虚 肺足皮毛不得力 你有病病了呢 这个防御能力下降了 没有抵抗力了 肺气虚了的问题多多 这都从自身上走原因 那李医生肺气虚都有哪些表现呢 肺气虚的表现有很多种 多数是若不经风 容易感冒 表现在鼻子就是过敏性皮炎 打喷嚏 流鼻涕 表现在气管就像那个过敏性的哮喘 表现在皮肤脏就是过敏性的皮炎 可能接触一个某一种东西 比如碰到一个什么猫猫虫啊 皮肤就发炎了 这就是也属于过敏性皮炎嘛 我们总说啊 治病要找到病根 像过敏性皮炎 我们是不是找到这个过敏源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皮肤过敏源是一种外在的因素 中医里注重的是内在因素 就是说我现在不知道你是哪一种过敏人 但是你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那你内在的因素是第一因素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呀 所以这个过敏体质 所谓的过敏体质就是内部不强大 这又改善了体质 让你抵抗力强大了 也就是说废弃不虚了 免疫力上去了 什么化粉啊 什么油气啊 什么化学品呢 你都要耐受得住 所以你找准病因是关键 每一个患者的病因不同 这类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那您能跟我们举一些 您过往这个治病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的例子吗 就有这么一个人 有一个王律师 他就找到我了 但是因为他心情不好 形成了精神压力 我们知道这个精神压力干扰 这个对人的健康是影响很大的 当然表现不一样 他心情不好的精神压力 导致了肝气郁节 引起脾虚 于是你这个体内产生湿毒 脾虚生湿毒嘛 湿毒最后就体验在脸上 就形成了满脸的红疙瘩 回来看 我一看 我说这个他是肝气郁节引起的 心情不好 于是你给他中药调铃 最后你疙瘩也就消了 很高兴 在线上的问诊 对啊 他就觉得很神奇 这个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好 现在线上购物 现在线上看病 我在家不出门 就把我的这个 内蒙物这么好里面 居然治好了 他很感慨 那么还有一个 系统医红蚂蓝虫 都知道这个病是很难治疗 我们看到这个治疗前 这位患者朋友 是手上缠满了这个创可贴 之后就没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 对啊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机理很复杂 他表里 表有表症 里有理症 表症是血热 那个血热的话 给他清理血热以后 他就也见效了 他就 手里就不像那么红了 但是还是 还是痛的 你要讲 特别是冬天 他特别害怕冬天 到了冬天 那凉水根本不能干 这种西医叫做系统医红蚂蚂蚂 都知道这个病是很难治的 它实际上还不是讲究管皮肤的问题 它内脏的问题 这图里 第一张图里是治疗前的手指脱皮 这个严重地靠着包着创可垫 贴上一层胶布 他在手勉强在那端着饭碗 不在那儿 饭碗都不能端 他贴上一层胶布 第二张图呢 是治疗三十以后 就有时候改善了 到了最后 最近他又拍了照片了 每次都拍照片来 这个他照片呢 他已经好多了 他这个可以帮胶布去了 不用缠胶布 今年的冬天 他也过来了 那也可以端碗了 也可以做简单的胶布了 他走路也行了 现在告诉我 他还不能跑 还不能跳 跳 跳绳不行 跑步不行 但是正常的走路 他已经比较满意了 在这里呢 也是特别想要提醒 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身上如果出现了 这种小的信号的时候 咱千万别忽视 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早地去就医 而且呢 在就医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追医主 听医生的话 详细地去介绍 说明咱的病情 医生才好去做 更加准确的判断和治疗 当患者就医的时候 这个我就要求了 详细的描述 他的病情的经过 他的来龙血脉 一开始有什么 有什么苗头 你身体过敏 有没有过敏源 有没有查过 经常干什么工作 身体有什么异状 有多长时间了 疼痛的程度 那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 别的什么病 你好像是 与这个皮肤 没有不相干的东西 你说出来 说不定我就能 对我来说 我就判断了 有多一个指标 比如说大便怎么样 小便怎么样 皮肥好不好 等等 我会根据这些状况 进行综合性的判断 根据这些信息 我们会更好地 把病情诊断整学 那么才能治疗出 恰当的治疗方案 那今天呢 通过李医生的介绍 我们也了解了 过敏性皮炎的这个问题 针对个人情况 咱们每个人的 治疗方案也不一样 患者朋友呢 可以到 蛋型好事APP上 联系在线医注 来协助您 填写详细的问诊单 之后呢 咱就能结合大数据 为你匹配 最适合治疗您 疾病的好医生了 那同时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 一位花散姑娘 也要跟我们现场连线 来聊一聊 自己的治病经历 今天呢 跟我们一起连线的是 患者梁女士 和她的女儿啊 你们好 欢迎你们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患者是我的母亲 梁千芳呢 她呢 现在有一点点老年 之外 如果她说话 不清晰的时候 我帮我们说一下 当时医生说 得的是过敏性皮炎 她去了别的医院 就检查说是 结结性红斑 到最后还是治疗的话 给她说是皮肤癌 那个医生说 最多能 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 要后期准备 后面的事情 所以当时 其实还是一个 比较危急的 这样的情况 是吧 当时 妈妈的症状 是什么样呢 当时妈妈的皮肤 已经是到了全身性 溃烂的那种情形 没有一寸好的皮肤 包括我们的手掌 还有眼睛的眼皮 那些部位 还有头发呀 那些都全程的 没有一寸好的皮肤 她的皮肤上是 有红肿 摸起来硬邦邦的 不像我们皮肤 能这样子捏起来 它捏不起来 皮肤就是一整块 它样子是硬的 它会脱皮 脱皮了以后呢 还有那种 又带有那种 腐烂的那种臭味 她穿的衣服 还有她的背褥 都会起一层白毛 甚至她坐的 那个凳子周边 都会有那些 像头皮蟹的那种 那种白色的那种头皮蟹 所以我经常就是 在那个时候的话 经常就给她穿一些 那种纯棉的衣服 她穿不了那种 带有纤维的 一穿上去 她就会一样 受不了 完了无法入睡 对 所以当时妈妈的 这些症状也比较严重啊 是不是对生活 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 非常影响 很大的 当时的话 周围的邻居都很害怕 怕病毒 因为觉得她可能是得了 什么传染病的那种 都不敢接近她 她甚至都不敢出 很多人看见她 因为她的脸 脸部也长有了 看起来很死不住的那种 她甚至都不敢出去买菜呀什么的 都不敢出去 下楼都不敢出去 别人我们隔壁邻居都见她的 离得很远 走得很远 对 非常不容易 那个时候有找过医生 看过病吗 当时在医院 住院的时候 就是去医生拿 全部都打一下 就是现在一些登记 药灯 医药都有 都不行 而且反正会更加严重了 原来她只在腹腔 这腹部有一点 现在早上全身都有 有一段时间病情 其实是越来越严重了 有时候没有找到 正确的这个治疗方式 可能反而对我们的病情不利 但是后来是怎么好转的 我看妈妈现在状态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不想放弃 我希望我母亲能够活下来 所以我就找了很多资料 我就通过网上查询 找到了林生电话 我就给她打电话 问一下她 叫我母亲这种 畏群的病 能不能治疗 因为当时问得很详细的 比如说你的职业 你的工作 环境是怎样的 还是你状态怎么样的 后来她发现 她的工作是化学品种读 我母亲原来是在化文治厂工作的 是 那当时其实也是 林医生对您的母亲 有一个特别详细的问诊 对吧 这个过程 林医生呢 说告诉我 病能治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当时我都想 反正就当死马 当火马一把 有一些希望我们就试一试 直接没关系的 其实只有讲述了自己 更加细致的这个病情啊 既往的病史啊 生活的环境 生活的习惯 等等等等 医生才可以更加准确地 去给到一个治疗的方案 那今天呢 李医生也在我们的现场 也邀请您跟李医生 打个招呼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你好啊 你好 我最近见到你们俩俩了 谢谢 老母亲 现在设定好了吧 皮肤好很多 不会有点偏老年痴呆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什么样吗 吓死人了 那都看着头皮都帮忙呀 现在你想找一层不好的皮肤 也找不到了 当时皮肤确实很严重 其实一个病 它是病因很多种的 非常复杂的 有的时候呢 也是很综合的这个情况 这就需要我们去详细的问诊 才能够给到更加准确的治疗方案 同时呢 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啊 也是特别的关键 那您是怎么针对于两女士 去做治疗的呢 那么第一步呢 要解读 帮他那个在华玉民 这个车间工作所的 这个牵入体内的 那个有害物质给它清理掉 通过吃药渗透法 把那个从毒素 从大边小边排出 一边排出 一边补足正气 因为肺主皮毛 这个肺虚了主管的皮毛不得力 这皮毛产生病变 那么要修复它 还是要靠肺呀 补肺气 肺气充足了以后 你的自然而然 他让他所主管的部门 这个皮肤得到质养 这样的话 从一边给它去血 就清理这个化学品中毒的物质 在体内的激流 一边的补充正气 提高自我的这个抵抗力 从这两个角度出发 当然了 你要补它的这个肺气 肺气虚还有它的源头呢 皮足运化 胃足消化 运化不良 营养流失 导致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肺气虚了 那么你还指不肺气虚 让它这个肺气不再虚 补肺气是对的 但是让它自身的营养吸收好 这更重要 这叫补皮 脾胃肠系统 你说这个皮肤病 怎么搞得脾胃肠系统 它有关联呢 它从那起来的 脾胃肠系统功能紊乱 消化吸收系统不良 导致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肺气虚 肺气虚过敏心病炎 最后你再接触化学瓶 一连成过来 什么事都不是卖明其妙的 都是有源头的 你追着它的源头 算到它的路 一步步步一步步 反过来 你解铃还需吸铃人 它从哪来的 还从哪去 对 我们最后是一个对症下药的过程 所以这都是一个连锁性的队 抓住一点 旧皮嫩皮 根本不行 梁女士当时和女儿一起 其实是通过网上的方式 问诊 来跟这个李医生寻医问药的 是吧 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一台电脑和一个话筒 那个时候是用QQ连线的 用摄像头和李医生对话 给她看到我母亲的身体状况 李医生很会鼓励病人的 她经常问诊的时候很幽默地会说 您把你母亲最丑的那块皮肤让我看看 她开个药的话 第一遍第二遍吸口 第三遍煮的时候就拿来泡澡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中和利用的药材 又可以减轻我的经济习单 有时候因为我妈妈的病非常棘手 有时候半夜她非常痒的时候 也非常难受的时候 我就很着急 就半夜就会给李医生打电话 李医生非常耐心地告诉我 这病因是什么的 要告诉我怎么样去处理的方式和方法 有些时候还配置一些外屠的药酒 让她擦测 让她传给她的痒 让她能入睡 我觉得这样的医生的话 使得所有患者去珍重 其实线上问诊的方式还是挺方便的 李医生 您现在还在沿用这种线上问诊的方式吗 是的 特别是现在 我也是通过一些线上的方式 对患者进行在线问诊 能够帮助了患者 接约了时间 又帮助他们省了冤枉钱 这个路费啊 餐饮住宿啊 这种线上医疗有很多好处 也有一些需要复查的患者 我们通过线上的方式帮他们复查 线上服务问诊 真的有大大的节省了治病的时间 希望以后这种方式可以普及 普及起来 帮助更多的患者进行快速的有效的治疗 对 梁女士就是这种通过线上问诊 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对 其实呢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好医生 好医生不管是我们当面的问诊 还是远程的这种治疗 都会非常认真和负责任的 持续关注咱们患者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效果 那梁女士也想问问您啊 咱们现在的这个治疗效果怎么样 恢复的情况如何呢 妈妈 治疗的时候花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吧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我跟母亲的皮肤改造是非常大的 它就像舌头皮一样 全身这样脱出来 而且越脱越好 那皮肤光泽度这方面 到最后的时候 皮肤显现的一点痕迹 都会流下来那种 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对 这恢复的效果特别的好 其实我们也都觉得特别的开心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治病过程当中找到一位好医生 有多么的重要啊 找到好医生更详细地去告诉他 我们的整个的情况 来让医生给到我们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 今天呢我们有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患者朋友 我们也请梁女士的女儿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有没有这个治病心得想跟大家分享的 非常感谢李医生 他是实质地带被患者解决问题的好医生 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认识他 也能够让更多同位型的患者呢 都能够得到更可能的治疗 但我感触最深的就是 有病不能随便乱投医 一定要选择正确的医生 才是非常重要的 真诚推荐远程医疗 这种方式不仅被患者求医的道路上 提供便利 不同区域的患者也能够治疗的聚会 好 谢谢 非常感谢今天梁女士和女儿 跟我们带来的分享 我们也看到梁阿姨恢复得这么好 也特别为他们而开心 那祝你们生活越来越好 好吗 谢谢 再次感谢你们 文博 你这干嘛呢 这怎么起个小包啊 你这挠来挠去一上午了 这是什么问题啊 不知道是不是吃啥过敏了 我跟你说 赶紧用它查一查吧 但行好试APP 在这个上面 看诊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你看在线医注 直接按照医生的要求和患者对接 然后协助患者填写详细的问诊单 问诊单呢 填写的越详细 平台结合大数据呢 就能给你匹配到 你能治疗的患者了 而且呢 换天写的越详细 这匹配的医生就更加准确了 那还真好用啊 是啊 这样能帮助你节省不少 自己前期问诊的时间呢 而且呢 这节省出来的时间啊 可以用来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们了 医生呢 能帮助更多的患者 这患者啊 也能够更快速地 省时省力地得到治疗 那可太方便了 我怎么下载啊 特别简单 你看这儿 打开手机用市场 搜索弹形好事就可以下载了 同时呢各位朋友 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联系在线医住 帮您对接好医生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 刚刚我们听了这个梁女士和女儿的分享啊 其实呢我们也很感慨啊 当然看到梁女士现在恢复得这么好 我们也都很为她开心 也真的是找到了一位好医生 并且呢 听从医主 不断地去坚持和治疗 才让我们的患者们看到了希望啊 那在节目的最后 李医生还有什么 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主托一下各位的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大病都不是 往往都不是突然的 都有苗头 人们要再仔细观察 自己身体有哪些异样变化 加强体育锻炼 加强身体建设 让自己的正气强大起来 你任何外来的什么伤害 我都干扰不了我 这一点最重要 内瘾 第二点就是外瘾了 要避免一些过敏炎了 有些人既然你这个过敏那个过敏 你怕花粉 你怕油漆 你怕酒精 你怕什么东西 你就要注意了 这个后面就是地区检查 有空你检查检查身体 哪还有异样 有问题要提前做决 是 最后你就保持联合的心态 因为心态非常重要 因为心态好 这个身体好 你老是在那个精神不佳 这个心情不好的生活中 这个来讲 你就百病重生了 再一个最后一句讲 生命要有充满了希望 一会儿病 所谓的不治疾人 只是你没找到好医生 真的知道 有充满的不治疾人